你尽管骂 再过一会儿你就会完全听命 你想做什么 离魂射破 无法无天抓来的龙袖 让一水寒施展迷魂射破 控制了龙袖的心神 与此同时 龙刚夫妇去找龙袖 在龙袖房间的桌子上 发现了无法无天交给龙袖的信 今日老师到五口见 孝天 袁孝天约龙袖 他想做什么 得知袁孝天约了龙袖相见 龙刚夫妇立刻找到了袁孝天 询问启龙袖的下落 眼见袁孝天出言否认 龙刚拿出了信件作为证据 袁孝天看完信件内容 表示这不是他的笔记 应当是有人冒充他的名义 东方白石见龙刚不信 让袁孝天把信交给了他 这封信绝对不是孝天的笔记 你何以肯定 这是我要孝天超路的武学经典 你们自己对照看一看 你就知道了 龙刚和丹丹看着两份截然不同的笔记 这才确定袁孝天所言非虚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是谁冒充袁孝天的名义 将龙袖约去了谷口相见 众人担心龙袖的安全 只好以凡人谷为中心四处搜寻 却依旧没有龙袖的行踪 找不到人的龙刚脑洞大开 将怀疑的目光看向了北唐墨 认为是北唐墨为了北唐心儿 故意将龙袖逼出了凡人谷 北唐墨文言连忙辩解 表示龙袖已经答应取消婚约 他又何必多此一举 再加上他武功尽费 根本不是龙袖的对手 就算是他也有心无力 太谦虚了吧 北唐墨无助地探向众人 却发现众人的目光都略带怀疑之色 显然是认同龙当的观点 就连北唐心儿也忍不住上前 要北唐墨不要制造无谓的事端 赶紧说出龙袖的下谋 心儿 连你都不相信爹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别再演戏 快把龙袖叫出来 怎么没看见无法不天呢 是 他能去哪呢 龙袖 我找到龙袖 无法无天这个甜不知耻的内奸 又将龙袖带回了凡人谷 龙袖中了一水寒的迷魂射破 失去了在奇目风的记忆 龙当夫妇询问他去了哪里 他当要去想就觉得头痛欲裂 龙当心疼妹妹 觉得只要龙袖平安就好 让龙袖想不起来就不要多想 赶紧回房间好好休息养养神 一个时辰后 龙袖猛地睁开双眼 眼中一道鸿芒闪过 整个人如同机械傀儡一般 开始打亮起房间的摆上 原来这都是一水寒搞的鬼 他通过屁魔剑发动了迷魂射破 远程操控起了龙袖 让龙袖成为了他的眼睛 可以看清楚龙袖所见的一切 在一水寒的操控下 龙袖离开房间来到了练武场 丹丹见龙袖到来 上前询问起龙袖的恢复情况 龙袖的意识已经沉睡 一水寒自是没有搭理丹丹 不禁让丹丹有些疑惑 而一水寒管不了这么多 他的目光早已被袁孝天四人所吸引 四人施展出的玄弓合体的确厉害 一水寒见玄弓合体 需要四人同心协力确一不可 并且似乎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于是操控龙袖拔出长剑 突然对四人发动了袭击 袁孝天四人都不忍伤害龙袖 同时遭到了玄弓合体的反噬 纷纷口吐鲜血受伤不清 龙袖也失去一水寒的控制晕倒了过去 等到龙袖再次醒来 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何事 实为天剑状大为恼火 认为龙袖这是在故意装算 他定是为了和袁孝天在一起 才故意破坏大家的团结 龙袖脑海中一片空白 突然被石维天指责甚是吻血 东方白石站出主持大局 表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让龙刚好好照顾龙袖 石维天等人先行离开 没知到了夜晚 一水寒再次操控起了龙袖 龙袖 龙袖 快起来吧 去完成你的事 龙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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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袖